真的很替他高興 謝謝 你知道我們兩個一起出道的 他14歲 然後三十歲 等一下他可能會叫到他念名字 怎麼會叫他 對不起 年紀大了 那個有點燒焦 張真的反插萌 影帝怎麼那麼可愛啊 張昌正以氣候拿下金馬 我爸爸最佳男主角獎 是阿崇雲三十年賴第一座金馬獎 他開心出席慶功宴 年代代的凌晨趕場 抵達現場短暫續舊 他恭喜獎 我真的很替他高興 謝謝 你知道我們兩個一起出道的 他14歲 等於看他成長 我也跟著 也在成長嘛 今天看他得獎真的很高興 然後我們也工作過 保持友誼啊 就是 一直都很祝福他 拿到這個金馬獎座 現在心情 就滿開心的 廢話 滿不現實的 我今天完全沒有預期會拿獎 我對《氣魂》這個電影 我自己野心比較大 我比較希望是可以得到最佳劇情片 大家工作人員非常賣命 然後唐大哥的監製帶領之下 跟導演的帶領之下 其實這個電影我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算是一個比較新的類型電影 那我對這個電影本身 對他的票房也好 對他的獎項也好 對他的獎項也好 我的期望是更高的 那當然自己得到這個最佳男主角 我自己滿開心的 可能現在還沒有辦法反應過來吧 然後我本來個性也就是比較慢熱一點 然後可能就慢慢發燒 但是我覺得日子還是一樣要過啦 明天太陽還是會起來 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然後謝謝喜歡我的觀眾朋友 女兒剛剛有一起 知道知道 我剛剛回家換衣服 對 睡了又把他挖起來 還是要參與一下 畢竟 對啊 這麼久才得獎 我對得不得獎 就是得知性沒有很重 但是 今晚就是很奇幻的地方就是 哪怕你沒有得知性 你坐在那個裡面 你還是會被感染 就是 等一下可能會叫到你的名字 哈哈哈哈 小心冷靜 對不起年紀大了 那個有點燒 沒有 可能比較年輕的朋友們 比較不 不了解我 我喜歡這個工作 是因為我很喜歡電影 然後我其實是 一開始拍電影的時候 也有演戲 但其實我也有做幕後工作人員 所以我是兩邊都有在做 我那個時候剛做電影的時候 我很確定的知道 我很喜歡電影這個工作 可是我很不確定說 我是不是要做演員 今天拿這個獎 我覺得是確定 我做演員其實也很不錯 也很爽 然後我也有得發揮 電影是一個 非常多不同的專業 去組合而成的一個產業 那我希望之後在將來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涉獵更多不一樣的一些工作崗位 然後去了解他們的專業 然後讓我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更多元的一個電影人這樣 我覺得我比較不會去真的說很多感謝的話 我真的也不是一個很會講話的人 對 我覺得我可以真正感謝的方式 可能就是之後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給觀眾朋友看 或者是跟更多的電影人做交流 用表演的方式跟他們做交流 看都不會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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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